除夕到了就在全国上下 欢欢喜喜准备过大年的时候 台湾省长蔡英文却深感不安 总是日语不能吸也不能昧 为什么呢 因为又被美国爸爸打脸了呀 美国国务员发言人普莱斯在记者会上称 拜登政府仍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这让岛内舆论炸了锅 有台湾网友知乎 台湾民选代表压错报 武器白买莱猪白吃 这还不算完美国当地时间7日 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的 对拜登的采访中 拜登预计中美会有激烈的竞争 而不是对抗 自己也不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 而是专注于国际规则 难道美国要抛弃台湾了 要知道 在拜登去年获得竞选胜利时 蔡英文第一时间在推特上 发文表示祝贺 称希望未来台美之间的关系 可以更加紧密 随后又不顾民意强烈的反对 从进口美国莱猪 就是为了能够抱上拜登的大腿 美国方面也有投桃报李的举动 就解放军派出军机 进入台西南空域巡航一事 此前美国国务院还发表声明 称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施压 与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美国将与朋友和盟友站在一起 我们对台湾的承诺坚入盘石 没想到话音还没落 美国的脸就像是七月的天气一样 说变就变 这正是蔡英文等拜登 等也拜登 我觉得这事还真不能够怪拜登做事 不地道 人家已经明确地示范出了几次信号 只是蔡英文察觉不出来 还一厢情愿地万上天 深深地把自己活成了笑话 去年美国大选拜登确定胜水之后 蔡英文发推给拜登称 现在轮到我祝贺拜登 当时就被国民党批评 轻挑装熟不专业 本来嘛 区区的一个台湾省省长 居然用这种语气跟美国总统说话 蔡英文心里就没点鼻鼠 果不其然对这条祝贺推文 拜登团队来了个以读不悔 把大邪的尴尬留给了蔡英文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拜登上台没几天 就在签发的一份备忘录中 谴责了特朗普 禁止美国政府 再使用武汉病毒称呼新冠 这可能蔡英文反了难 爸爸自己都不说了 我还要不要继续说呢 寻思半天就当做没看见得了 一旦改口 人设可就崩了 台媒虽然报道了 拜登签发的备忘录 却将备忘录中的这段 极为显著的 针对新冠称谓的内容 给省略掉了 第三件事 之前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 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施压 与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时 对蔡英文使用了台湾民选代表 一改所谓的总统称呼 这来绿营支持者心惊不已 其实在美国国务院 与台湾交往的内部指引中 早就有对台湾官员 称呼为代表的愿法 其中明确规定 美国称台湾为地区或经济体 而不能够称国家 称台当局 而不能够称台湾政府 称台湾代表 而不能称台湾官员 双方的关系是 非官方关系 而非外交关系 只是希律在董王的带领下 为了给中国添堵 美国反华政客欲发肆无忌惮 蓬佩奥就多次在推特上 以总统称呼蔡英文 把岛内的绿营人士撩拨得心花怒饭 现在虽然只是改回了称呼 但其中的含义却主意让台湾当局 忐忑不安 从最近拜登政府对台一系列的举动可以看出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虽然不可能收手 但也不愿意付出高昂代价 因为在美国的眼里 台湾只是个用来挑衅中国的政治工具 想用就用 想扔就扔 不需要考虑太多的台湾方面的感受 而对待中国大陆 他们的态度就完全不同 虽然我们多次强调没有称霸世界的想法 只要一心搞发展 始终能被美国视为首要对手 也许这就是想低调但实力不允许的烦恼吧 美国如果继续走特兰普和中国死磕的老路 恐怕中国还没怎么着 美国自己就要兴奔了 想靠着贸易战遏制中国 无异于吃人说门 地球去了谁 还不是照样的转 拜登很清楚和中国死搞贸易战 自己捞不到实惠 也不符合美国的大国形象 这样的事最好别干 对美国而言 贸易战可能还会继续 但绝不可能像特兰普时期那么疯狂 现在的国际关系 只听说过震冷金乐 还没整年见过震冷金冷的 更何况要跟世界第一大贸易国 全球第一大市场过不去 这更是不符合美国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 所以拜登这次的态度转变 明言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 这时要谈合作了 只不过合作归合作 美国同时还做着一些小动作 2月5日 美国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南海 同天 美军驱逐舰上直地传入西沙海域 这段蔡英文再次扶下联篇 台媒立即发文 称美海军顺势对区域安全的承诺 对任何突发事件能快速反应 以此显示自己有靠山 美国的海上实力是很厉害 但是中国怕吗 对于此事 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表示 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 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 不管南海纷纭如何变换 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中国解放军说出来的话 吐个泡沫就是丁 就是就在上个月的23日 罗斯福号也撑进入南海 期间与中国空中打击编队不期而遇 据美国国防官员称 中国轰炸机和战斗机 模拟了对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的攻击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国解放军军机对美国的航母实施了模拟袭击 如果我翻的军机真的有此操作 这绝对是对美国的一种警告 也是用实际行动告诉其他国家 我们不冷事 但也不怕事 幻想用这种方式危害我国主权安全 白虑做梦 本以为美国航母开了南海 能够减轻点当前的压力 和台湾当局悲催的发现 在台海正常巡航的解放军军机一架都没有上 台媒2月8日报道称 解放军军机累计本月连续第八天侵劳台海 似乎共击还不放假 各州报道仿佛都能够听见颤抖的声音 为了让台湾这把工具安心 且在临近中国春节的大绿子 继续绣鸡肉展现其所谓的战略威慑力 美国又派了两艘在南海开展了双航母打击群作战引领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补称 这两个航母打击群的舰船和战机 在一个高度繁满的水域展开了协调行动 以展示美国海军在挑战性环境中的作战能力 先是派来一个觉得中国不为所动 然后又派来一双 可是又如何 2月9日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严正指出 美国频繁地派舰机进入南海活动 耀武扬威 不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方将继续地采取必要措施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同地区国家一道 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置地有声 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决心坚定不已 中央政府再用切实的行动证明 中国绝不允许外国势力打台湾牌 绝不拢了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薪金 幻想抱着拜登大腿 打美国牌的台湾单举 还是趁早洗洗睡吧 期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